范冰冰在爆丑闻!低调露面头上的帽子寓意真好!Lertico Blake提娱乐新闻Glanta World。 范冰冰事件已经持续发酵了小半年时间,因为没有意识到集体利益的重要性,范冰冰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。 在网友们看来,这样的劣迹一人该罚,但是在交轻罚款之后,范冰冰应该尽快付出吗?现在的情况来看,网友们能够接受范冰冰全面付出工作吗?而她本人的打算又是什么呢? 众所周知,在阴阳合同事件之前,范冰冰计划着人生大事,计划着结婚之后退居幕后。 可没想到处罚来临,在她迈入人生大事之前,如此依赖范冰冰和李晨的婚期被耽搁了。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,网友们的态度也从祝福变成了谩骂。 这个时候,作为未婚夫的李晨发文支持范冰冰并表示汇丰与同舟,只可惜这狗粮网友们吃不下,怎么听起来都有一股秀恩爱的味道。 这个时候秀恩爱,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? 。 然而风波还没有过去,范冰冰又被爆出消息,根据爆料来看,情况仍然是不利的。 有消息称这是二次处罚,范冰冰还要继续缴纳罚款。 有消息称范冰冰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,倘若这个情况是真的,那这件事真的非常严重了。 涉事的公司是吴喜美涛嘉义工作室,这正是范冰冰所开的工作室。 。 目前消息的真假还没有得到证实,不过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,要是真的铁定躲不掉,出来混总是要嗨的。 在这时候,范冰冰首次公开露面。 当天范冰冰身着黑衣,戴着帽子。 一身炫酷的黑色看起来非常高调,从身形来看,范冰冰的身材变化不大,并没有网络传言的暴瘦现象。 松高地的松高鞋,范冰冰的喜好一直没变。 范冰冰的帽子非常抢眼,黑白的撞色看起来非常时尚。 这顶帽子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,大家都觉得帽子的意义真的太好了。 黑白分明的配色,黑就是黑,白就是白,谁也不要混淆是非钻孔子。 既然在偷税漏税事件上栽过跟头,今后自然会长记性。 同在一个圈子里工作,范冰冰的事情也给其他明星一个警示。 有消息称,这段时间不少明星都在不交税款,只希望能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。